受龍捲風吹襲的重災區 俄克拉河馬洲木耳市 由上空望下去 可說是滿目創意 周圍都是汽車的殘骸 當局出動滑土機清理瓦礫和浸壓 再聞就陸續回回家善後 今次的龍捲風直徑超過3公里 最高時速達到320公里 一間小學被直接吹襲 後射被移為平地 造成7名小童喪生 而另一間受到影響的小學 有家長講回8歲兒子死裡逃生的情況 當局正是進行遺體辨認工作 而經覆核之後 死亡人數由91人 修正為至少24人 包括9名小童 估計之前是因為重複點算遺體 令到死者數目倍增 但失蹤人數仍未明 死亡人數還會繼續上升 俄克拉河馬州多處進入緊急狀態 總統奧巴馬承諾 聯邦政府會全力支援災區的搜救和重建工作 香港蜂瓶電視記者胡可敏報導